这一天内湖环保教育站的巧艺坊 充满了阵阵的鼓掌欢呼声 四十几岁八十几岁 他们也天天来做 我们就是有这么一大群 这么菩萨 所以我们每次做茅台 才会这么快速 在十几天之内可以做少 内湖环保教育站的巧艺坊 每年吸引来自全球各地 两百多个参访团体 这里是慈祭震灾茅台的 制作供应场所 里面有八位满头白发的老菩萨 往往成为参访的焦点 来这里做十几年 在这儿做不通电视无聊 来这里毕竟开更好聊 做七百年 哪做哪健康哪发心 很快乐 老菩萨们经常为参访的团体示范 让他们知道 毛毯是怎么来的 以前想都没有想到 宝特瓶能做成毛毯 四季的环保点 一年大约可以回收 七百五十万的宝特瓶 平均每七十八个六百毫升容量的宝特瓶 可以制作一件毛毯 内湖巧一榜 供应磁剂 全球正在用的毛毯 2009年 共发放了十万件 回收宝特瓶制成的毛毯 触感轻柔 保暖又一根 真正落实了 让垃圾变黄金 黄金变爱心的理念 这一坛 我尚是世界有苦难的人 这就是磨炭料理的 薄壁 还要做围巾 一点就没有浪费 虽然回收宝特瓶 可以再制成毛毯 及其他有用的物品 这样就算环保了吗 并不是做回收就是环保 因为回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一样会产生污染 消耗能源 所以从源头减量 才是真环保 台湾人一年用掉 近46亿只的宝特瓶 体积可堆满三座 台北101大楼 串联起来的长度 更可以环绕台湾1080圈 每人每年 平均用了200支以上的宝特瓶 全球的废弃宝特瓶 正快速成长中 回收只占不到两成 大部分的宝特瓶 最后都被送进 热色眼而成立 成为万年热色 不要因为宝特瓶 可以回收做成毛毯 就拼命买来很好 这八位年龄超过70岁的老菩萨 不论刮大风 下大雨 寒冬或是大热天 每天一定会到 内湖巧一房报道 高龄志工 用他们充满爱心的巧手 为保护地球 尽一份心力 用环保杯 取代瓶装水 举手之劳 救地球 你我都做得到 大家做好得来救地球 感谢观看